顧不得周围已经浓烟密布 墙森冒着生命危险 边跑边喘还是要拼命喊 就怕船上还有人逗留 因为没多久夏威夷整个贸易道 迅速变成了这副模样 搭机逃离的乘客从空中往下拍 捕捉到了宛如人间烈狱的贸易道 大批巴士隔天早上则还是来回穿梭 把上千名游客送到机场逃难 据留下的居民眼看家园复制一具 难掩悲痛 被火烧后的小镇景象实在惨不人度 就连CNN气象主播也一度遇涉 当地灾情最严重的小镇拉海纳当局表示 目前确实有八成以上的火事已经控制住 公路也重新开放给逃难的居民重返家园 然而当地电力网路无线电全都没了 游客也恐怕暂时不会再来 因为居民要重建基础设施 重建家园 势必将是一段漫长的路 TVBS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